人氣組合MIRROR演唱會的票一票難求 就大家都知道 近日電台DJ BUNSON 分享了一位74歲婆婆婆MIRROR票的故事 感動到不少網民 成為一時熱話 BUNSON 透露他媽媽托他買票 原來是公司的清潔嬸嬸想買的 這位嬸嬸74歲都未退休 大家都知道老人家要去接觸這些科技事實在不簡單 尤其網上買票不像我們都有攻略 之前已經知道了步驟 準備好資料 第二天還沒時間就已經上網F5緊 他指對婆婆來說買票的程序實在太繁複了 而婆婆也特意加入了官方歌迷會成為MIRROR 無奈的是最終都不能夠搶到票 他足足上了兩日網 最後還是按不到 還哭了幾天 BUNSON 坦然被老人家 願意花時間和心機去學習上網買票的誠意打動 他深信婆婆除了自己看外 背後可能想跟孫仔、兒子、兒子、女兒 一家人開開心心地去看 這個故事真的令到他印象非常深刻 婆婆學會怎樣去買票 聽到婆婆哭了幾天 BUNSON 心都拿著拿著 但始終都是愛莫能助 網民也感到好心酸 認為應該設有關外座 說為何演唱會不可以有關外座的票買呢? 難得上年紀的老人家都這麼有心去看演唱會 有網民就和應說 官方要預留些票給專櫃客戶 都沒有預料普通人會買到票呀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不妙 感谢观看